舞團Swing Taiwan身穿象徵建築改造王的工作服 以經典復古搖擺舞為展覽揭開序幕 台北市政府2013年推出老房子文化運動 賦予許多老屋嶄新面貌 為了讓民眾感受老房子的魅力 觀光傳播局特別舉辦台北老房子生活 與你交朋友特展 帶領民眾體驗老房子新生活 因為每一棟老房子都有它的歷史故事 我們為了讓它更有效力 所以把這些老房子交給民間來整修 那修復再利用計畫 可以讓每一棟老房子 它的故事怎麼樣能夠留存下來 之外這些老房子可以做複合式的使用 包括餐廳也好喝茶書局等等各種形式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這樣的一個老房子的文化運動 那企業也好這些進場的民間單位 他們整修的過程當中所付的這些整修的費用 可以來抵租金可以抵包括房屋稅 甚至可以抵地價稅之外甚至可以抵營運的費用 那你必須要讓這些營運是有利可圖的 如果他今天進來他沒辦法營運下去 那就變成是老房子的損失 所以我們怎麼樣能夠透過民間跟政府的合作 最終讓民眾受益 他可以進到每一棟老房子裡面去看故事 可以去享受美食 可以去做休閒 所以到現在我們從2013年推動到現在 到今年目前完成了已經有16棟老房子 到年底會達到22棟的老房子 所以台北的老房子很多精彩的故事 歡迎大家可以到台北來 到每一個老房子當中去享受一個下午的午後的時光 那今天的展覽我們分成食 茶 書 意 四個面向來呈現15棟老房子的特色 讓民眾了解 這個展覽值得去看 尤其是我們的阿嬌先生 把他的插畫 那麼跟這些老房子都結合得很好 所以值得大家來欣賞 展覽中呈現15座老房子文化運動 成功修復與經營中的案例 以食 茶 書 意四種主題 結合知名插畫家阿嬌的創作 以童趣風格模擬老房子文化運動 再利用的案例場景 並透過合室茶席光雕體驗等多媒體展示 呈現新奇有趣的展覽體驗 過去我的工作室其實是在老房子裡面 大概是在三四十年的 已經把天花板打掉的老房子 所以其實裡面都是有塊木的木結構 然後剛好這個單位找我的時候 其實我原本念的也是建築景觀 我對於空間的設計 還有很多的有關老房子 因為包含很多藝文朋友也在經營老空間 對 台中 台北都有 各地都有 那剛好我本身是平面設計師跟插畫家 然後藉由我的比較有溫度的手感的插畫 然後結合可能各個空間 然後讓這些插畫座落在展場裡面 也有一些些跟民眾互動的機會這樣子 你們會看到這一次的這個展場裡面 會有一些人物跟動物 那當然有些動物的角色是讓我想到 我小時候有一些或是我們去動物園的一些 我覺得還是讓我們很有感覺的一些動物 跟譬如說眷村 因為我是眷村長大的小孩子 那可能會有貓 會有狗 這個是我比較熟悉的動物 那人可能會有一些互動 或是說也許我們很喜歡的 跟隔壁鄰居會突然問候 譬如說吃飽月 可能會有一些打招呼的方式 或是騎個腳踏車 經過會突然叫誰的名字說 欸 你好啊 還是什麼樣子 所以會在我的這個展場裡面 我就安排了一些在空間 跟我們生活裡面起居 可能會有的互動 然後也許他是坐在這個幕平台上面 或是他也許就是在喝茶 在跟老朋友聊天的 這樣很生活的情景 每一棟老房子都很精彩 我們先看左這邊的圖 最上面這個是哪一棟 他寫在這裡了 總裁會館1950 來 這個就哪一點了 粉紅色的 亞尼克聽過吧 另外一個是什麼 金錦丁 我每一棟都去看過 也都去吃過 都很精彩 喝過吃過 那我在這邊要跟各位報告 一個城市我認為有三寶 老房子 老宿 還有老人 城市三寶 所以老房子是一個城市發展的記憶 它承載著這個城市的前世 今生 甚至要走向未來 每一棟老房子都有它故事 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臺北市在老房子的 如何去做整修這件事情 我相信它在台灣建立了一套 很好的一個運作的模式 甚至不只是在台灣 我們都可以把這樣的經驗 分享到全世界的各個城市去 我有機會只要去談 我都會談這一段 為什麼呢 我們以台北市為例 台北市總共有超過400棟的老房子 每一棟老房子 如果你要靠政府的力量 去整修 去維護 去營運的話 那要花很多的經費 甚至你要動用很多的人力 可是我們從2013年 開始推出老房子文化運動 把它當成是一種倡議 當成是一種運動來推 那推出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一件事 我們希望把民間的力量帶進來 我們歡迎民間的各個企業 甚至這種NGO都可以 只要你願意進來跟政府合作 我們就把老房子交給你 所以我必須要講 從1.0到2.0 我們把這樣的制度建立得越完整 那也越來越多的老房子 願意被這些企業進來做任養 也對整個企業的形象的提升 非常有幫助 展覽自即日起 在台北探索館展出到10月30號 特展期間還推出 無償主題體驗活動 參觀者完成指定任務 還可以獲得限量小禮物 現場還有8款特展明信片 供民眾免費索取 歡迎民眾前來參觀 體驗不同老房子的文化與故事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我們要到